锦灰堆又名扒破图 大多以画残破书房杂物碎片堆构成画面 是具有三维视觉艺术特点的写实画法 在中国历来便有打翻字直搂的俗称 今年78岁的耿宇周是一名锦灰堆制作艺人 他曾拜锦灰堆大师宋艺青为师 学习这门技艺已有23年 据耿宇周介绍 锦灰堆作为中国传统绘画技艺的一种 绘制难度大 如今在国内从事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 监灰堆这门艺术是十余缘的 幸运轻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的大多流精神 监灰堆素材来源非常广泛 如鼓鼠 鼓火 鼓背帖 手掌等等 你初 attorneys 绸可入脱 监灰堆突出的特点是一个泡子 有把画作画出破碎的样子 如发掘 冲锻 压旋 冲锻 所有等古究的面目 耿宇舟说,锦辉堆的绘制与一般绘画不同,它需要画家精通十八般武艺。 一笑不一刀,费工费事,完成一幅嚼大的作品,短则好时两三个月,长则须有八年。 监徽队补局非常奇特,画面卡丝造了武装,实则竟然优秀。 画中的每个大员,都要做到兴神加倍,微妙微小。 多年来,耿宇舟在遵循传统绘制锦辉堆技法的同时,也尝试在作品中加入新的元素。 在传承古老技法过程中,我尝试了拖垮了绘制题材, 将报纸日历录获。 两年前,我曾接到一位年轻人的求助。 他将自己奶奶的书法作品,卷赠证书,录当神情书,资料交给我。 我几次绘制了一幅薄哈老人生平的画作。 他和教人卡的后,非常满意。 为了让这门传统技艺传承下去,他整理出十多万字的相关资料,还与高校取得联系,希望更多年轻人了解这门古老的绘画技艺。 奸会对这种绘画技艺不像拔画、油画、水墨画那么长假。 了解他的人很少,从事他的人更少,他其实是中国传统绘画技艺中一份特殊的归报。 我整理这项资料,就是想把这种绘画形式记录下来,保存下来,传承下去。 我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来自爱上者们绘画技艺。 让这项古老艺术后继有人。